游乐园一向是小朋友最喜爱的地方 不过若拍成恐怖电影 小朋友恐怕就笑不出来了 过去日本曾取景富世纪游乐园里的鬼屋 拍成站立迷宫3D 如今又有团队到东京列马区的风导园 Toshiman拍摄恐怖片 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风导园从1984年设立至今 已有30多年历史 悠久的历史也让电影中的恐怖感加倍 这部风导园由北云李英主演 主角与配角多为新生代演员 而电影中90%的场景就在园内拍摄 故事从一则都市传说开始 说明风导园内有几个规则 规则一不能敲老旧洋楼的门 规则二在鬼屋里不能回应 规则三不能偷看秘密的镜子 如果打破了这些规则 一起来看看预告片吧 剩下的部分就不去透 请各位自己去看电影吧 这部虽然不是大制作 但电影中的演员都是新生代潜力股 解以知名游乐园为卖点 应该十分值得一看 来源YouTube